这是中国球员孙继海效力于曼城的一场比赛 首发出战担任球队的右后卫 而对手曼联阵中则是大派云集 封线由范尼搭档20岁的卢小芳 两翼则由斯伊罗和吉格斯佐镇 开场之后 主场作战的曼城率先发难 安迪科尔在禁区外的突尸冷箭便给了鸿魔下马威 半分钟之后 曼城尝试通过孙继海的长船寻找机会 不过此次进攻未能奏效 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 鸿魔曼联才迎来了第一波攻势 鲁尼在中路的接应被破坏之后 奥谢顺势将球交给了左侧的吉格斯 最后威尔士球星稍作观察 送出的船中造成了曼城门前显向还生 由于曼城的实力要弱于对手 所以孙继海作为球队的边后卫 将精力主要放在了防守上 球队的战术打法也是显得更加的简单直接 这次通过右侧的传递配合将球调向进去 不过科尔在争抢时 被吹罚了进攻犯规 比赛的节奏非常之快 曼联随后通过前场的抢断 就地形成了攻势 小将鲁尼选择的直接攻门稍险急躁 随后年轻中场弗莱彻 送出的长船来到前场左侧之后 孙继海对鲁尼的防守 也是显得很有经验 像这种轻微的手上动作 是不会被吹罚防守犯规 一分钟之后 孙继海助攻上前策动球队的进攻 面对埃弗拉的防守 选择将球回波给队友 球队随即的45度起球 被解围之后迅速形成了二次进步 最后由辛克莱尔门前扫射 打破了比赛的将军 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 满城的此力进球 并不存在越位的情况 随后中场汉将巴顿 再次在中后场出现了丢球的情况 斯伊罗带球推进几步之后 送出巧妙分球 最后英格兰国门詹姆斯 利用果断的出击 才挡出了鲁尼的射门 比赛第38分钟 满城继续采用高举高打的方式 发起进步 皮球在经过争顶之后 误打误撞形成了机会 瓦塞尔面对门将范德萨 冷静推射入网 而2比0的比分 应该也是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 随后 曼联又通过吉格斯的船中 形成了攻势 当斯伊罗的投球攻门顶出门框范围之后 葡萄牙新兴也是显得非常的懊恼 下半场一边在战 福格森换上阿兰史密斯加强进攻 不过球队的进攻 主要还是依靠左侧的船中 斯伊罗这次在远端获得球权之后 顺势完成了一脚低手 比赛第55分钟 出现了让很多球迷记忆犹新的一幕 斯伊罗接应队友的斜船 尝试一脚触球形成摆脱 此时的皮球距离底线 大约还有十米的样子 孙继海已助斯伊罗一路将球 护出了底线 然而好戏还在后面 由于迟迟打不开局面 曼联的进攻也是显得越发的急躁 斯伊罗这次在右侧完成的远射 稍显勉强 持续的进攻失利 让斯伊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比赛第65分钟 斯伊罗在后场上压了一次 亮鞋底的铲球动作 尽管没有铲到防守队员 但主裁判还是对其出示了红牌 此时的局势对红牌更加不利 然而少打一人的曼联 在几分钟之后便取得了进球 皮球挑向禁区之后 范妮面对孙继海的防守 低射进角 缩小了比分差距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 随后 孙继海面对对方的逼抢 顺利地将球摘出 曼城随即展开的进攻 也是没有让后场队员参与 即便如此 球队还是在前场找到了机会 而这一次 费迪难得接连完成了两次精彩的防守 而且还没有让进攻方获得脚球机会 比赛第81分钟 曼城开出的右侧脚球 被对方解围出禁区之后 孙继海稍作调整 完成的远射又被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 几分钟之后 孙继海又迎来了与吉格斯的对话 不过曼联的这脚长传力量也是稍大 比赛第91分钟 孙继海再次助攻上前 策动球队的进攻 随即送出的船中 帮助队友完成了投球攻门 比赛最后时刻 曼联全力进攻准备做最后一步 范德萨开出的大脚被詹姆斯没收之后 曼城瞬间在前场集结了多名进攻队员 从这一细节就可以看出比赛的分量 而曼联的防线在此时已经形同虚设 老将福勒接应队友的助攻收获了进球 最终帮助曼联在主场 以3比1的比分拿下了胜利